观众一下美之兰球星的消息 就在上周美国媒体报道 11届全明星球员埃弗森将于禁忌正式宣布退役 我们还没有等到这位传奇后卫退役宣言 却挡来了另一位球星的退役消息 他就是深受我们中国球迷喜欢的麦克·格雷迪 就在美国当地时间星期一 34岁的麦迪在参加ESPN一档节目的时候 亲口承认自己16年的NBA生涯走向了终点 今年4月麦迪结束中志兰比赛之后 回到美国与马次签约 但遗憾的是最终没有同马次一起 获得个人的首个总冠军 当本问到是否还会考虑回中国参加联赛时 麦迪表示说自己只是从NBA退役 海外市场的篮球大门依然开启